和民族主义精神 西门市根据台湾已故 1501警队是四川省卢州地质工程勘察院下属警队 矿产资源法规定石油天然气属国家所有 勘探开采均由国务院主管部门一级审批 未经审批的勘探开采均属非法行为 在同湖厂七天 只有四川石油管理局具有国家批准的天然气勘探开发权 那么卢勘院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勘探天然气呢 由国勘探院是顺垂的是虚老无非 这一年为不违法是你江津市的事情 与我路勘也无关系 我们受地方政府委托了 其言我都跟你说了 就是他们要对他地方江津地区的地下资源的了解 请我们就跟他勘探 我们就勘探了以后 这是我们是虚非的 说穿了我们是打老物的 打工程的说穿了以后就是 路地勘院和咱们亲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协定 这个委托性的协定 就是我们委托他对我们的地下资源进行勘探 他也有这方面的质量 我们主要是从发展经济的国度出发 发展经济也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里形式 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 均需经国务院石油气资源管理办公室审批 而江津是手中凭借的 仅仅是一张四川地矿局审批的勘探煤层气和盐盐的许可证 我看到里面啊 里面写的这个是勘探的许可的范围 您看是写的是煤层气和盐盐的普查工作 那现在咱们打出来的是什么气 江津市并不具备勘探和开采天然气的合法手续 而在确定采出的是天然气后 江津市和卢康苑并未停止钻探 而是连续打了四口气井 并建起舒旗站和长达21公里的管线 向江津划费总场供气 是不是就是说等于是没有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 就先进行了开采 感觉不是很拖挡 但是好像在法律上也不是十分的 事实上江津市的无证开采 对国家天然气资源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危害 这是一张同服厂气田图 图中的同服衣井是气田的优质主力气井 而江津市自96年3月开始的钻探 均是围绕着同服衣井进行的 就是这是产其成位 他们的井就靠拢我们的井 都不到一公里左右 有的很近 国家卫抗注明